我們兩個是黑的 他們倆白的 我們真的叫黑白雙煞 真的 薛哥你不熱嗎 你真的不熱 你摸一下我的手 涼的 為什麼馬上很怕熱又怕冷 比我還難憋 我每次我跟你說 就是一到冬天 東北的活就是不接 我跟你講 我只要是跨年是戶外的 我也不接了 因為我以前看跨年超好笑 跨年都你知道每個人都打扮得 很美耶 我整個裹到一個熊一樣 還圍巾直接照出戶外唱 太冷了 沒辦法 天然天在雲南有一個活動 也是露天的 就看白天二十多度 晚上就降到了八度 下午走完台倒不行了 去買了一堆暖寶寶 然後我跟他主持節目 下台的時候 拉著他的手 他就一直在抖 我就踢暖寶寶 掉下來 一堆暖寶寶 天然掉了一堆暖寶 凍死了 就貼著那個暖寶寶 一直在抖 也會站不住你知道嗎 暖寶寶掉了地上 那他講話會講說 會 我也會 主持沒辦法 主持沒辦法 從這盯到尾 我不行的 我忍 我不能唱歌的 我會控制不了 我也會串抖 我不能的 我連手都在抖的 我連麥克風很明顯的 但是我抖完我還會笑 是自己抖無法控制 馬來西亞真的怕冷 但也有馬來西亞人是不怕冷的 郭修鈺就不怕冷 他超愛冷 我覺得是體質 這是文文嗎 今天文文有點不像文文 為什麼 稍微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樣 小小的不一樣 對 我們今天好女人 怎麼回事 跟哥有關係 你也是啊 我們男友 我們今天幼稚 看不出來嗎 我們兩個 那你今天穿的這個很 有兩個小朋友 你看 有一年你知道嗎 就是 你不倒有印象嗎 2018年就是 突然間 春節前下大雪 好多地方就是 安徽啊什麼的 對 積雪 火車都停掉了 我們在那個 安徽衛視錄春晚 李九澤 錄完了以後 第二天走不了 就火車站瘋了 我跟他在酒店裡面 每天都在看 哪天開 等到那天 三天以後說要開了 到了火車站一看 火車站廣場上 就騎了三天的人嘛 人山人海 下的大雪 然後他那天也是 穿了個破洞的牛仔褲 一直在抖 一直在抖 男生 我冬天早也不來北方了 我說這不是北方 這是南方 就不能穿一條連褲 絲襪在裡面嗎 對 我想問 什麼是秋褲 秋褲啊 就是發熱褲 UNIQLO的發熱褲 那個就叫秋褲 對 對 那有更厚的 你可以理解成為 秋天穿的褲子 秋褲 秋天就冷得要穿那個 要穿 冬天也要穿 但我從來不穿秋褲 然後有些男生很建議穿秋褲 這件是誰 其實就凍死也不穿 他們穿秋褲嗎 不穿 打死都不穿 打死都不穿 那不 就他們那個地方 他們那個地方 到了冬天零下二十多度 打死都不穿 那就一定要穿的 我覺得我們 東北的孩子 小時候都穿過秋褲 我們可只穿秋褲 毛褲 我們穿綿褲 穿毛褲 綿褲你知道嗎 很厚的那種 因為不然根本就熬不過去太冷了 謝謝 名褲裡面是加秋褲 是誰 毛褲裡面加秋褲 對啊 因為毛褲太紮腿 所以要先穿秋褲 再穿毛褲 再穿牛仔褲 是看不出來了 我跟你說我放棄了 你脫了 你不要 太熱了嗎 太熱了 他脫脫穿穿 脫脫穿穿四次了 他又很害羞 他又很熱 練太大也害羞 練太小炫不出來 不是 他說他冬天不營業 這個是不營業的 這是不營業 那營業之後變成怎麼樣 是瓦信哥 我秋冬都會 不是秋冬都會增肌 維持 然後春天的時候再減肌 然後夏天就剛好 我和范氏齊在旁邊一脫衣服 我們是青蛙 它是牛蛙 為什麼是牛蛙 是一個品種 但是一種很多 就是青蛙的腿 小手是這樣的 長條的 牛蛙是這樣的 一鞋骨 一鞋骨